告诉大家的一个消息是 这两个基金会 世界和平评审委员会 以及世界和谐基金会的理事长 一位是国会议员的一双韩裕美籍的Dr. Suzy Rejit 另外一位是世界和谐基金会的宪政会长 是华裔美籍的Frank Liu 刘凡先生 联名写信给蔡总统 告诉他们 他们有管道 可以替台湾购买3000到5000万份的疫苗 他们有特殊的管道 可以联系江春阳神 还有菲瑞药产 焦生的疫苗只打一剂 菲瑞的疫苗被公认是品质很好的 他们保证能够被台湾争取到的疫苗 绝对是最新的 原产包装 原厂直接送到台湾 而且交货日期非常的迅速 为什么他们愿意做这个事 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基金会的创办人 就是Lester Wolf 还有Robert Lynch 两位国会议员深田都自爱台湾 虽然他们已经在天堂 可是他们的一爱一致 这两个基金会愿意计策 总统府应该收到这封信 委会需要跟国安以及卫护部来讨论 我分享这个消息给国人 无论难曆 超越党派 生命只有一回 爱是夸国界的 我们感谢日本 感谢美国政府 以及立陶宛 我们也应该感谢 在天堂的国会议员 过去爱台湾 他们的现任接班者 也愿意爱台湾 我相信蔡总统 应该会积极跟他们取得联系 我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国人同胞 也希望大家共同关心疫情早日结束 我们也超越党派 跨越蓝绿 大家一起来呼吁政府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赶快把疫苗 新鲜的 安全的 可靠的疫苗 早日运进台湾 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